Yizu 获得Handu Chart K-Pop 艺人2017年年度第一 Handu Chart for 2017. Crown Chart,是可以确认哪些是在一年期间举行了多样的音乐活动并且收到了很多喜爱的艺人,是K-Pop的新基准。 Yizu 获得2017年第一 2017年度基准 1. 选定TOP30. 2. 该年度所有唱片贩卖量 Yizu 以1738911的全年专辑贩卖量获得了该榜单年度一位。 上图为Yizu 所有专辑在2017年度的贩卖量。 2018年度基准 选定TOP50. 2. 唱片实时贩卖量,该年度发行的唱片,2017除外。 3. 因缘综合顺位 4. Star指数 每个艺人的我爱你点击指数。 5. Media指数 唱片产业协会提供的media,TV,radio等指数。 6. KTV指数 准备中全国KTV爱唱曲顺位评价。 7. Social指数 准备中,社交网站指数。 。 韩语,日语,XO,为SM Entertainment于2012年4月8日推出的韩国男子组合,Yizu组合分成韩国分队Yizu,K和中国分队Yizu,M,K代表Korean。 韩语,M,K代表Mandarin,普通话。 2016年10月31日,Yizu的三人子团体小分队Yizu,CBX正式出道。 Yizu为银河系以外的行星。 Exoplanet依此中得来,寓意这个团体是从未知星球来的新星,分别在韩国和中国展开活动,并逐步进军全球。 Yizu出道至今,已经在亚洲地区累积相当高的人气,并先后在中、日、韩等地获得多个音乐大赏及人气大奖。 2013年,Yizu屏触首张正规专辑ZOLO,Kids和Huck,突破100万张唱片销售量,该专辑同时成为自12年来韩国的最高销售专辑记录。 。 2016年5月6日,Yizu Overdose韩文版MV YouTube点击量破亿,Yizu也成为第三个MV点击量破亿的韩国男团。